這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演出啦 它其實在大概兩到三年前左右 兩廳院客戶體驗部 然後委託我們做一個導覽性質的演出 就是在劇院的舞台上面 去針對劇院的一些設施以及空間做介紹 然後想到了一套活絲木的這個主題去做它 所以雖然說第一次在他國家騎劇院 但是它其實是還蠻介紹性質的一個演出 但我們也希望盡量把這個介紹性質的演出做到 讓大家覺得有趣 但是同時也有資訊內容在裡面 那個時候好像有先決定範圍吧 我記得因為他們說你們要介紹什麼都可以 包括歷史的東西 劇院過去演出有關的東西好像也可以 然後介紹空間也可以 介紹技術的設備也可以 然後後來好像是選定了技術設備的東西 其實不只技術設備還是有一些基本的空間資料 只是我們自己覺得技術設備是很難常常被看到的 除非你有一個製作大戲真的用得到 不然我們兩個人通常的戲都是站在台上講話 演短劇或唱歌等等的 我們怎麼可能用得到那些大型器材啊 那時候好像就是有一個idea就是 好像活思末日在裡面如何生存下來 然後利用裡面的一些機關以及空間的話 感覺是一個方向 就試著把它一個一個套進去看看 然後就發現好像是可行的 然後就詳細的再把每個項目 套上活思末日的情境之後 去做成一個類似導覽和自然的東西 因為我們常常在討論 活思末日來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工作室裡面其實常在講 就很像地震來了我們要怎麼辦 然後活思來了我們都會怎麼辦 這個題材其實對我們來說很遙遠 但其實對大眾文化而言又很接近 殷尸錄一直在拍嘛 遊戲出不完 每過幾年就有一個活思遊戲 然後電影更不用說了 各種大眾媒體文化也都會一直出 關於活思題材的東西 明明就不太可能發生 但大家就常去假想這件事情 對於這種其實沒有切身危險 大家又很熟悉的東西的話 其實是還蠻適合拿來做 喜劇的翻轉的 我們平常來做中小型劇場 然後我們是這樣才知道說 他們其實很多專門的器械 是需要由官方的專門的技術人員來操作 譬如說FLY 就是它吊桿要升降這件事情 地板要升降 全這種才要出來 全部都是不同的技術人員 要去分別操作 因為是電腦化的 它那個介面不是我們 就是一個按鈕 它就會起來一個按鈕 不是那樣 所以我們台上兩個人 旁邊有一堆人在 準備要控制那些東西 因為要麻煩很多技術人員 到場配合啊 然後去思考說 欸什麼時候開始動啊 五間要怎麼叩Q啊 然後的確也有操作時間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些大型的器具 像整個地板的懸吊 它開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需要一些 預備時間跟前進的時間 就是它那種大型的 有重要的東西 不太是說動就能動 它可能有預先的一些動作 要先去做 那這些都是 我們五千很辛苦的 去把它整個一個一個步驟 整合起來 我們大概講到哪裡的時候 它要開始 通知技術人員 開始做準備做這些東西 可是它可能會跟我們說 這東西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瞬間到 它可能需要多少時間 那如果我們講的時間 是超過那個的話 可能就對它來說 就是可執行的 那如果不可執行 它就會跟我們討論 其實就是想讓 這種關於空間導覽的 技術介紹變得有趣 這我們可能很純粹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想讓 有介紹性的東西好玩起來 因為可能我們原本看待 這些東西也沒有那麼的 嚴肅 就是它絕對 就只能拿來做什麼 不能拿來做什麼 因為劇場各種戲都有嘛 它拿來做各種 使用都是有可能 其實跟我們大部分的作品 都不一樣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需要傳達的訊息 很明確的東西 但是我們一般做的演出 大部分真的是以生活出發 然後以能夠達到的效果為主 怎麼樣有趣 的這個方向去思考 比較少了 就是我們要特意去傳達 什麼樣訊息的一個 功能性的考量 所以跟我們平常做的東西 真的是 差距還蠻大的 尤其是一連串 長達大概90分鐘左右的介紹 算是第一次有吧 嗯 對 之前其實是完全沒有過 我們比較多是做 我們的譬如現場即興節目啊 然後做我們的漫才段子啊 我們創作的短劇 因為對我們來說也是新鮮的啊 在製作的那個當下 像我們拍攝啊 然後跑到一些場景啊 其實跟其他觀眾一樣 我們都第一次看到 甚至之後你也不會隨便有時間看到 我自己是覺得像這些空間的發現 然後在創作裡面的過程當中看到 去體驗到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然後你說走進國家戲劇院 這大概也是我們 對表團來說指標性的一個 對 雖然我們的指標是去導覽它 但是還是在那個空間裡面發生了演出 覺得已經是非常難得的體驗了 我覺得這次體驗很投入欸 單位不同的關係嗎 我不知道 有可能吧 對 就他們之前還在外面的那個 觀眾喜區 弄一個 還有弄裝置之類的 什麼警告標示 然後地上有一個人形 對 人形的那個分比的那種感覺 前台人員 前台人員都還配合我們的 然後最後出去還會發一些小禮物 生等的 就是跟主題有關的 所以他們都還蠻參與 對 一個希望這整個東西的完整度 嗯 我覺得真的 單位的屬性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合作的過程是 認真的 算是順暢又愉快 這次散場很特別 是走舞台上去 就是我們是上 觀眾上了舞台之後走後面出去的 所以不是從平常的 觀眾出入口出去的 所以他們去到一些平常 他們其實不太可能會踏進去的地方 然後前台人員最後就是要 請大家一排一排上來之類的 我們有跟他說 就是有活絲末日那個設定 然後他就會在觀眾行為說 快逃啊 快逃啊 大家跟我來 然後我就在那個後台看 接著想說 哇靠 他好棒喔 他超棒的 快來 快一點 活絲都要來 你們要坐在那邊幹嘛 快一點 大地遊戲 對 然後觀眾就很開心 因為他這樣 然後觀眾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剛看完 就一套關於活絲末日的那種奇怪的東西 好笑的東西 然後加上前台人員很入戲的時候 他們整個就覺得說 哇 這整套體驗 好完整喔 我們那時候還 去參加了他們 因為其實人員會做很多導覽 我們還去參加他們一個 很早很早的舞台導覽 8點吧 8點 因為他們一直都有這個活動 就是你可以預約 然後他真的帶你走 我們影片裡面 或者是實際拍到的東西 你真的是可以做的 只是他人沒有辦法很多 然後他也要避開他們演出的準備時間 所以他一定是安門的早上 我們也是那時候在做功課的 哦真的有 好 那就去看 去走一遍 因為我們很多後面 像是化妝間 像是 陷阱室這些 其實是 觀眾不可能看得到 所以我們想說 他透過影像方式 讓他們去 看到那些地方 所以我們有外景教官 拍影片這樣子 然後最後有一個 躲避活絲 逃亡的 過程 他變成活絲 他追著我跑 然後從舞台上面跑出去 然後設計的超遠的路線 就是 要繞到我們剛剛沒介紹到的地方 全部都給他繞過一遍這樣子 超級 超小的天平 穿的路線非常長 我們真的應該算是在 戲劇廳裡面最危險的一些地方 做動作系列人 哈哈哈 拍動作變得只有我們了 對 特殊的體驗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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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